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清静境界安住 你能感觉到你在清静 你现在都是一些感觉 触境内外的触境 只是表示你的耳根稍稍有点清静 其实我们的耳朵 它是起漫有些轰卓 你随着你修行没那么拙的 就这样 我那天还是我们的耳朵和眼睛 但是你不能保证 你不是每天 你是偶然一下 偶然一下你突然触到那个开关了 就是六根还是不尽 你耳根清静的 如果是很清静 慢慢就不着声音的像 就是这样的 你眼睛不着声音 如果你眼睛也不着像的话 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在你面前都一样了 男女都一样 我就觉得很平等了嘛 耳根不着了 所有的骂你的声音 所有的声音都成了外面 就是引流啊 就是就 你六根还没有互用嘛 如果六根互用的话 所有的声音都会转成一个声音 清静的声音 或者温满你北米红 或者什么你平时喜欢的声音 你们应该清完金刚经 应该很多相会破 金刚经真的是才开始进入解脱道 我是这样说吧 你们要着想 道就不失修 就是才开始解脱嘛 层层拨嘛 以前是你安住一个 就是法华经只是说 让你树立几个你是佛的经验 但是你怎样安住这个 清静界里面 还有发起不提醒 以后 你怎么能够 安住在如是的那种 清静无畏的那种 经验里 这个首先就需要破箱 所以下一步一掌金刚青 最起码你会清静一半 就是你才六根开始 公德写些出来了 你那些看法华经的 120个逼公的 120个逼公的 什么好像是800逼公的 120 1200 1200 那些800 8212的那些公的出来 是吗 嗯 就算初步了 大家清静很缺度 会清静很多 一破完相你就清静 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脑子想出来了 你那个大脑复杂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你搞出来的 所有的问题 都是你那个脑子搞出来 三万天 真的这个世界 没任何事都是这样搞出来 就是都是在二约队列的 像着想着想着想着 但是你如果不系统的讲的话 你破不完的 会觉得很清静 首先第一个感觉应该就是清静 然后才能开始安住 安住在那才会不动 你说清静了 但是你出来以后 有时候还会被牵引 还会被静转 因为你的绝躁力不够 你们的绝躁力不够 转了才能知道 有时候被已经转了 你才能发觉你跟着跑了 那个自我的那些东西啊 那些我脉啊 那些虚荣啊 很多东西被转的啥也没了 我突然觉醒到了 然后回来忏悔 就是绝躁力 它没形成力量嘛 但是你会有迅速的反省 迅速的反省 这就很快了 休息就很快了 这就开始就回归解脱道 一层一层解脱 解脱道就快了 这就才 才从下往上走了 不摇不动 从下往上 知道吧 就上去了 上去转一圈 再下来 上来这样就溜几圈就OK了 就熟得不行了 就熟得不行了 就可以了 这就叫带叶王神 知道吧 上去带叶 就在底下轰浊一大堆 结果上去了 上去就提叶完了 可以再下来带众神了 很快 真的很快 听完金刚经 你再破完像以后 再反悔再看法华经 又不一样 你就知道什么叫如是 你才真正的了解那个如是境界 你在清静的看法华经 你就知道 哦 佛就是这样的 真的 你只能说就是这样 你啥也说不出来 你说如是 如是 佛说一句你说如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因为你本来就安住在那种境界嘛 你现在佛说啥也明明都能听 但那个时候就是如是 就是说 哦 就是这样 佛你说得对就是这样 是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你没安住在那个境界上嘛 就是一清二楚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就是不如 我就是不如 然后那个时候 说我就是如是 我就是如 我就是佛 我就是清静的 就是如是如是 是那个如是 我的心就是那样的 我又要那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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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